全美每日确诊超过了一百万例 你没听错啊 全美每日的确诊超过了一百万例 这个事儿其实在昨天在前天 已经被大家无数次的说过了 尤其是美国日军感染过了四十万 不是单日 是日军就平均到每一天的感染都过了四十万 而且佛州在过去的一周 感染数已经超过了三十万 我天一周感染三十万 这个可太牛了 而且我个人认为佛州现在日军感染数 一天的感染数肯定是要过十万的 而日军感染三十万 那是因为之前的老数据 知道吧 因为佛州这地方现在依旧大家不怎么戴口罩 依旧有一半人他就是不戴口罩 那我今天想说点什么呢 有些朋友说 你是不是又要说疫情欧美感染的多严重 如何如何多少人住院多少人 死亡多少人 说这个没有意思 因为说这个已经被无数的up主说过了 他只会说 哎呀 我看欧美死了好多人 这么多人感染 哎呀 你看看这些父母都不知道保护自己的孩子吗 我今天不从这个角度去说 这个东西呢 太多人说了啊 我就不说了 为什么呢 因为之前我做过好几期视频 老说这个东西 老说这个东西 我自己会觉得烦 咱这一期啊 就从这个海外群体回国路上咱来讲讲 我今天都打好了功课 你看看没 我还打好了一些小抄 是咋回事啊 现在出了一个非常重大的新闻 这个新闻是跟我的利益切身相关的 给予所有的海外群体海外留学生所有人的切身利益啊 切身相关的 为啥呢 因为回国更难了 因为海外群体回国更难了 我说的不是华人 是包括了华侨留学生 中国籍回国更难了 至于怎么难啊 大家都知道 现在呢 回国是一票难求 之前呢 已经出现了很多一票难求的情况 而现在回国 几乎就天价机票 就比以前还要贵 因为大家知道 现在回国嘛 就是那个一张机票八到二十万 对吧 然后之前呢 就是国家还说要调查这个事 因为有很多黄牛啊 身机抬价啊 对吧 被炒作到了这么贵 但现在由于奥密克戎的泛滥 由于在欧美 现在这种大规模的感染 那很多人恐慌啊 他就往回国跑 而且大家知道 由于现在这个 大家互相不互通 然后互相不通行 也造成了大量的留学生 被留置在海外 你瞧吧 很多像当地的这些 还人花侨倒是没事 为什么呢 因为毕竟你在当地有家 你最多也就是自己小心防范就行了 而且你有完善的医保啊 你有什么的 但是人家留学生不一样 有些人留学生 他从国际上来讲 他是中国人啊 他从居住地上来讲 他跟华侨也不一样 华侨是 他除了不能选美国总统啊 连征兵都能征 你知道吧 人家都跟美国人没区别啊 所以说这部分人呢 是即使不用回国 也不用担心的 因为人家有美国永居 但是留学生呢 他是有签证的 他签证是会过期的 你知道吗 你知道美国现在虽然说缺用工荒 但用工荒再缺 他主要招的也是本国人 你明白吧 所以说他对外国人 美国的门槛 一直放的是比较高的 那很多留学生 一旦在美国找不到工作 就会很麻烦 因为人家 很多公司 他不愿意 那么大规模的招留学生 因为什么呢 招一个留学生 跟招一个本地人的代价 是不一样的 招一个本地人的代价 那你就正常来上班就好了 对吧 正常给你买五险一金 什么乱七八糟 这些东西就好了 而招留学生 你还要给留学生担保 你还要给留学生办绿卡 你还要给他工作签证 你还要弄一系列的东西 就非常非常的麻烦 所以导致很多工作的 应用人单位 他就不愿意招留学生 那么很多留学生 留不下来呢 那他就只能选择回国 那可是现在他又回不去 为什么呢 那现在美国的情况是 疫情这么严重 天价机票 再加上美国这边签证要到期了 他如果回不去 他就变成了黑户 但现在啊 咱们国家最新的入境政策 又公布了 11月13日开始实施 所有的海外群体都要听好啊 这个防御政策堪称史上 最严格的防御政策 有多严格 大家知道以前我们回国 包括华人华侨 你要拿一个人道主义签证啊 你要写这个 回国的这个什么什么 什么什么申请书啊 咱也不知道 因为我没回去过啊 然后你要去申请绿码 然后核酸检测申请绿码 然后回国以后 再隔离14加7加7 对吧 但现在已经改了 现在已经改了 是咋回事呢 现在是啊 你现在要回国以后 你拿到签证还不行 你买到天价机票还不行 你要先在当地居家隔离 自我监测7天 知道吧 那就是说 其实这7天 本来你的风险就很大的 因为你本来从另外一个城市来 那你就只能去住酒店嘛 那始发地就那几个 对吧 什么底特律啊 什么洛杉矶啊 纽约啊 芝加哥啊 始发地 达拉斯啊 始发地就那几个 所以说你就要在这些地方 待7天 待7天的过程中呢 你不像过去 你做过一次核酸检测就好了 你要做多少次呢 你还要做两次核酸检测 而且登机48小时之前 做两次核酸检测 而且这两次核酸检测呢 还要在不同的机构做 然后都是阴性 你才能登机 但是还有一个前提 这是接种灭火疫苗的啊 就是从国内来这些留学生 或者是什么的 如果你不是接种灭火疫苗的 你是接种mRNA疫苗的 那就更严重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知道 咱们国内的疫苗 主要是灭火疫苗嘛 所以说对这些人的检测方式呢 也主要是朝着 灭火疫苗这个方式去的 那现在已经纳入了这个mRNA疫苗 非灭火疫苗 那非灭火疫苗呢 那你就要在起飞前 也进行核酸检测 而且要进行S蛋白跟N蛋白的 Igm检测 这个就更难了 对吧 要进行三个检测 等于是 如果是非灭火疫苗的 就是这接种mRNA疫苗的 然后 你再拿这张天价机票 回国 回去以后 再隔离 14加7加7 然后这期间 所有的费用 你自己 回趟国 几十万 或者十几万 差不多吧 但我说的这个不是回趟国的费用 不是你在带上你在国内回去的费用啊 只是路上的这个机票钱啊 加上 居住隔离的这个钱 所以说现在海外华人啊 包括海外华侨 包括留学生 回国更难了 我说到这儿 可能会有些朋友心里很爽啊 说 哎 你看看 你现在就是想逃回来 你逃不回来 不不不 我倒不是想逃回去啊 我的 我就单纯是想回国 不存在逃回去啊 如果你要说生死啊 那那倒没有啊 单纯就是说觉得回国更严了 因为本来计划今年回国嘛 但是他要这么严了 就感觉越来越那个 回国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啊 也就是这么一个感觉吧 因为毕竟现在来说 这个奥米克戎 在海外肆虐的是特别厉害 但是我个人感觉 哎呀 反正留学生吧 回国也是挺难的 但是有些留学生还好 你说那签证要过期的留学生 那他就没办法 那他只能硬着头皮 花费大量的金钱 去搞一个这个东西 我还是那句话啊 我知道收到账啊 有很多人会骂留学生 我还是呼吁大家 尽量不要骂这些留学生 他们已经很倒霉了 人家也不在外国住是吧 你妈妈绿卡 妈妈国籍也就算了 留学生不要骂 人家毕竟是要回国地 前面人家面在签证国籍 后面面人家隔离 然后回去还要花这么一大笔钱 然后到国内万一他得了病 对吧 你回去还一堆麻烦事儿呢 我是觉得大家还是稍微以这个 稍微平和一些的态度啊 对待这些留学生 毕竟嘛 他是中国人嘛 对吧 他也不是外国人 我个人感觉 在这么严的防疫政策以后啊 那回国真的在感染的可能性 也维护其微了 但是这么严的防疫政策 也是能理解的 因为毕竟嘛 由于现在这个奥密克戎的 在海外的大规波传播嘛 最近咱们国内每天要面临 那么多回来的人里面 这个得病的几率越来越高 在海关能检测出 你是阳性的概率也越来越高 在这种隔离中间 才造成了现在出台了 这么严格的防疫政策 也是能理解的吧 因为之前大家知道 月份熔断了好几百个航班 是吧 我听说 还是上千个航班 咱也忘了啊 因为这些航班熔断呢 其实也不是说下了一个 什么行政命令 大家知道航班熔断 是有一定的机制的 那就证明在这些航班上 都大量的发现了病例 所以说才会造成了这么多 航班熔断啊 所以说作为一个 在海外生活的人啊 只能长叹一声吧 反正这个疫情 也不知道闹到啥时候 今天只是把这个 回国更难的事情 拿出来跟大家说一说 也说一些 自己心里的感觉呀 说一些自己的看法 好吧 所以说也不知道 自个儿啥时候能回去了 行吧 这期咱就先聊到这 以后有什么新的消息 再跟大家说 好吧 这期聊到这 大家拜拜